一般來說,我們在這種有縱向落差的時候,會要考慮設置階梯 那階梯有幾個效果,一個是讓人可以比較好走 那再來在這個狀況之下,它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個水路的沖刷 所以如果做階梯,某種程度它可以局部的改變那個坡度 讓它變得比較平緩,而且可以發揮一點消能的作用 但是在進到這個溝的前後,不能只有靠階梯 我們這個地方會做一個排水,上面也會做一個排水 但是沒辦法排掉的水,在路面上跑的時候呢 就是靠階梯來做消能跟坡度的改變 那我們要怎麼去計算,選擇在這個地方的這個階梯它要怎麼處理 通常我們會選一個,雖然它是一個很長段的階梯 但是我們會選一些控制點 這些控制點呢,比方說像這個比較平緩的上來的這個地方 兩邊是比較窄的,旁邊可能有既有的石頭的 那我們就會選擇在這個地方來做這個區段的起點 那階梯基本上是一定要由下往上做 不能夠從上往下做 因為從上往下做的話 很可能你最後估計要收尾的那個階梯會非常難收尾 那在我們計算這一個控制點到那個平面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兩把,就是比較簡單的做法 是用兩把的捲尺來做這個計算 就是說大概算我們需要多少的階梯數量 來克服這樣的動向高差 通常是一把是垂直的一把是水平的 那請親力在那個位置 就是我要到那個高度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是帶水平儀 或者是說手機其實有水平儀的APP 或者是假設都沒有辦法的話 可以請旁邊的人來幫忙看是否有水平 那你再幫我看垂直 它有另外一個垂直 讓它面對性質 290 73 垂直是73公分要克服的段差 然後呢 我們通常取得現場的石頭不會太厚 一般來說是 一般的階梯是15公分左右 可是我們現地取材 可能石頭有厚有高 那所以我們大概用12公分來計算 算一階的階高 所以73是不是 73 73除以12 6 6 所以就大概 從我們這個高度 上到那裡 大概需要6階 那它的寬度呢 我們就大概去看一下 通常 大概這個寬度是90公分 90公分左右 我們可以用兩個時間來去接在一起 我們取石頭的時候啊 盡量不要比如說石挫的遺跡 我們是絕對不可以去動的 然後呢 一定是確保拿面層的石頭 不會造成水土沖刷的疑慮 通常我們做階梯的話 最好是用一體成型的 就是一顆石頭本身就夠寬 當然像我們剛剛說 古道來說的話 90公分寬 我們旁邊其實會用這一些 路圓來縮減 所以其實一整顆石頭大概這麼大 大概50公分 60公分以上一顆 這樣是最好的 那假設現場沒有那麼多的大石頭的時候呢 我們才考慮用兩顆 這個40公分左右的石頭 去做40、50公分來交錯 來拼成這一個界面 那但是兩顆一起組合的做法的話 相對這樣一顆來說 就會比較沒有那麼穩固 通常選石頭呢 是一個大的學問 如果能夠選到像這樣子 四面都是方平的 這樣最好 但是呢 其實底下如果有一點點尖尖的 就是它的屁股是有一點尖尖 像牙齒的根部那種感覺 是最好重的 那現在我們這一個石頭 就是它的形狀是有一點斜 待會我們可以看它這個面 從這個角度來說 看起來是很好的踏面 但是這邊是一個斜面 那所以這種斜面 它是不能夠作為踏接踩下來的時候 它一定會這樣晃 所以這種斜面一定是要轉過來 好 然後讓重心整個是放在比較穩的地方 所以我們如果看了那顆石頭的形狀之後 我們在進行挖掘的時候 我們在進行挖掘的時候 會比較適合這顆石頭 像這種落葉這種斧直直 它基本上是不要留在步道上的 它會讓這個步道上容易它這種斧直層爛掉以後會積水 然後會泥泥 然後它的斧直層原來的那個位置就會空掉 慢慢的就會空掉 所以其實它並不是非常的穩固 我們要盡可能先清除這個工作面 然後如果在清除的時候 發現一些比較小的石頭 這些小石頭呢 我們把它分類 大中小稍微加以分類 因為這單位可以作為我們回庭的材料 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是挖一個裡面比較深 外面比較稍微龍抬頭一點點的那個基礎 但是呢 因為這顆石頭的特殊性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挖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裡面不要挖得太深 而是裡面要給它一個斜坡 然後外面要給它一個重心可以下的地方 然後我們在做階梯的時候 基本上會考慮它的前後的順 就是從這個方向上來要往上 它其實是有一點點要準備往這個方向轉折 所以我們在挖的時候 就要去想像那顆石頭立體的樣子 最好是有精準的開挖 精準的開挖就是指剛剛好那顆石頭的樣子 下來它就可以完全密合 等一下等一下再先擺給老師看 可以可以就這樣 對好抽起來 從那邊抽一下 等一下 對 對 有沒有 這個洞 可能就會剛好是 我們要稍微考慮一下那個 這個 通常旁邊如果有石頭 我們盡可能的 讓它跟旁邊的石頭可以卡在一起 然後 因為這顆石頭最重的重心其實在這個位置 好 然後所以剛剛說這種斜面它不可以在 人踩的這個位置 好 所以這個位置的話 人怎麼踩 它都不會翻掉 這個是比較好的擺放方式 但是因為我們其實還是希望它有一點點抬頭 所以我再做一些微調 我們這個時候就是後面要塞 讓它不會往後跑 用小槌 湯匙 土壤跟 旁邊的 石頭 之間的 縫隙 盡量把它湯匙 然後我們盡量透過 一些石頭來把我們這顆石頭跟旁邊的石頭做一個力量的傳導 比如說這顆石頭跟這顆石頭是不會重的 我們待會兒 旁邊可能還要再挖一個 讓它跟它可以連結在一起的石頭 通常呢 我們在比較自然度比較高的地方 跟比較接近都會區的這種氣石階梯的做法會不太一樣 如果是在比較都會區的話呢 其實我們旁邊可能會跟它拼接一個都是平面的 看起來是一個完整的階梯 可是因為現在是在一個自然度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我們基本上會做的這個拼接的方式 就可以不用那麼工整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呢 比較自然度高的做法 就是 做一個 開放式路源 好 我們就要它的綠綠的地方朝上 看一下 擺開放式路源 有的時候會需要一點點美學的創意 比方說像這樣子 好 它會 讓這兩顆石頭可以卡在一起 它略高於它 讓遊客它所踩的踩點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兩顆 就會形成它的邊邊 看起來就會比較漂亮 但是我們要讓它略高 所以不能 沉下去 大概是在這樣的位置 所以我們會以完成面來放式路 然後這顆自然路源跟石頭中間 也要想辦法塞緊縫束 好 然後讓它 這個 這個力量 透過它 傳導過來 來達到控制 穩固 中間那顆石頭的效果 然後 一面被填土的時候 一面就在處理下一階的平面 好 那我們就可以 完成一階的 這個面 然後下一階就可以放上去 對 這個 這個接身要確保是整隻鞋子 放在裡面 都 都可以的 好 這最簡單的方式 然後如果石頭夠大的話 其實是 這顆石頭可以壓到這顆石頭 是更好的 那如果石頭沒辦法很大的話 中間其實可以有一些石頭是 能夠同時 被 這兩個 就它 壓到它的時候 然後這樣這兩顆 才會產生 真正的關聯 我們這邊還需要再收一個邊 類似像這樣的自然路源 我們做自然路源 某種程度 除了保土 然後還有就是防止人 會往旁邊踩 就是它一定會走我們 舊的階梯 當然前提也是我們做的階梯呢 是真的很好走 然後呢 大家就不會逃避 直接 好 雖然它長得很怪 可是我們要讓它 創造一種美感 要看起來像是天然的 所以要考慮它的 比如說青苔要朝上啊 然後葉子最好還是留著啊 這樣子 通常建立就地取材的話 我們找一個不會影響邊坡穩定的地方來開挖 來做那個回田的這個動作啊 那如果說真的土壤少的有困難的話 在國外的做法他們會有所謂的借土坑 好就是可能在一個比較平緩沒有水土保持 一律的地方挖的比較深 然後裡面挖到的東西拿來回田 然後再把一些植被 好樹枝再把它埋回那個洞裡面 好讓它慢慢再變回土壤 就是盡可能讓它做完的時候是稍微鼓起來的 這樣子的話它會比較耐踩 你看剛剛說要讓它浮起來 踩下去以後呢它就平掉了 好通常階梯呢就是我們可以在完成前 就是確認收工之前先確認一下它是不是水平的 好就是這個面是不是水平的 好那原則上我們現在看起來是 是在水平的範圍內 好然後呢但是它可以容許一點點的傾斜 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就是類似像現在這樣子 它是一個枝字型的轉折下來 然後我們的階梯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我們的扇形轉彎 扇形轉彎的時候它會有一點要朝向 引導遊客不假思索的就可以往那個方向走 所以它這個時間我們並不是做的時候 是對著我們的整個方向 我們是跟我們要行進的方向是垂直的 所以它在這樣的轉彎的地方的時候 這個街面會稍微寬一點 然後那邊再進去 所以呢其實在轉彎的時候 它還可以容許一點點的離心力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點向內 所以剛剛我們做完之後測量了一下 它基本上是水平的 那這樣子就是一個比較標準的 直接完成面 然後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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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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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進去